今天上午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在人民大会堂新闻发布厅 举行新闻发布会 大会发言人发布了大会的议程和有关安排 并就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 各位观众 我现在是在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 首场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从现场这个发布大厅 已经被中外记者围了个水泄不通 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里的气氛 那么在中国发展的过程当中 如何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善民生环境保护 打造国际化民生环境这些热点话题 会释放出哪些重要的信号呢 我想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发言人张叶穗介绍 大会将于3月5号上午开幕 3月15号上午闭幕 会期10天半 这次大会共有8项议程 将举行4次全体会议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13场记者会 13届全国人大时有代表2975名 目前已有2956名代表向大会报道 大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 就人大立法工作 张叶穗介绍说 今年将重点推进四个方面的立法工作 保证重大改革与法有据 除外商投资法外 还将修改土地管理法 专利法 证券法 制定资源税法 做好授权决定和改革决定相关工作 保证重大改革与法有据 中美关系一直是大家关注的话题 近段时间的中美经贸问题 大家更是非常关注 对此张叶穗表示 中美合则两立 斗则俱伤 合作是双方最好的选择 那么一段时间以来 双方的经贸团队 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密集的磋商 在双方共同关心的许多问题上 取得了重要阶段性进展 两国和国际社会 对此都做出了积极的反应 我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 是互利共赢的 因此我们希望双方继续抓紧出伤 达成互利双赢的协议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年多来 为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增长 带来更多的机遇 在回答相关问题时 张叶穗说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 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那么到目前为止 从中国签署 合作文件的国家 和国际组织的总数 已经达到152个 各方在互联互通的相关领域 进行了密切合作 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但是随着倡议的实施 和不断的总结完善 我相信一带一路建议 一定会取得更好的发展 给参与国人民带来 更多的获得感 在一个多小时的发布会上 张叶穗还就个人信息安全 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朝鲜半岛无核化等热点问题 做出一一回应 本台全国两会特别报道组 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